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Irene 新闻箱谈所 我是Irene 陈爱玲 今天进行的是跟亚丽老师一起的心灵成长时间 找寻我们的幸福之道 真的是要生心灵平衡 但是身体的健康很重要的 会影响我们的心灵的愉快 跟生活的一个便利 特别就是脑力 刚刚讲到我们脑力今天 很多的因为生活的压力来说 越来越高 那步骤越来越快 就会让我们的好像脑力的丧失 也比较快一点吧 不一定要变成失智 不一定会不会的是什么 阿兹海默症是老人家 其实是我觉得年轻人像 我说我好了 不要指名倒行 像我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去 怎么样耗费我的脑力 但是就觉得脑力一天一天的衰退当中 我是一个动脑族 各位同事们应该都是 算是动脑一组嘛 没有 有人摇头 刚才在休息时间有跟我们谈 那个洗脑 洗脑 如果很容易被洗脑 就是脑力比较 脑波比较弱 像我女儿常常在笑我 那个我常常看IG啊 那现在很厉害 就是IG上面会卖东西哦 然后我就 划两三下 那个三五分钟就开始 就觉得啊 这个东西好有趣 然后开始就是买 然后呢我女儿就看到家里一包包都进来的时候 她就说妈妈你就是那种广告最喜欢的对象 就是脑波很弱的人 很容易被洗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想这个其实是其来有志的哦 然后也是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一下的 我们今天这个就要谈一下怎么样维护的脑力 那首先先看一下这个金周刊 这次我们的执行制作配音 帮我们选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金周刊的活脑力哦 在八月份的主题是善用大脑 脑细胞可以再生 我们最早以前都会觉得说 好像脑细胞只有在小的时候 人家说三岁定终生 到了三岁的时候 脑细胞都已经成长得差不多了 百分之七十都已经决定了 但是呢 为什么说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呢 就是这个在这篇报道里头 跟我们说这个其实到了老了 根据研究哦 到了老了之后呢 其实还有机会的 我们先看1928年 现代神经科学家之父 Santiago Lamonca 他说过脑部一旦发育完成 就不会再改变了 他说神经新生 只会在胚胎跟婴儿的大脑中进行 然后成年之后 大脑就会停止 产生新的神经细胞了 可是这是以前的哦 以前的说法 现在是1980年代开始了 我们就脑细胞再生 就会有了新的想法 有很多的研究是 跟记忆力学习有关的 这个部位的研究 海马回 特别是海马回的研究开始 我们发现说 在1998年说 科学家用一种DNA标记 大脑新生神经元的标记DNA 来观察大脑 是不是有新生的神经元 结果会发现 确实成年人也有机会 自我修补他的脑细胞 到了2018年的时候 又有一篇发表于 细胞干细胞的研究 这个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证据 就是说就算是老年人 只要虽然神经数目比年轻人少 但是不会影响 他的新增神经元的数量 但是至于要怎么样 他的数量是一回事 那功能好不好 取决于他的连结 那连结强不强 就取决于很多下面 我们要谈的因素 我们先让我们的雅丽老师 发表一下他的意见 雅丽老师刚刚提到说 我们这个脑力上失 记忆力健忘等等的 那怎么样子跟这个失智做分别 因为太多人在讲失智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失智是一种功能毁损 就是说基本上 你已经不具备某种认知功能 所以它是功能障碍 就是认知功能障碍 就好像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 忘了别人的约会 但是可能失智的人是 他约了你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就在他的认知里面 这件事情是不存在 但他曾经做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 那个可能就是跟健忘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 对吧 就是说他对于生活中的 所有的判断都失准了 就是说容易忘事是一回事 但是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忘 像吃了饭 他就说我吃饭了吗 那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吃了饭 但我们可能忘了几点吃过饭 是吃了中半晚饭 对对对吃了些什么东西 对 所以这基本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那个是功能的 功能障碍的 那我们健忘可能是发生在 我们的储存的记忆太多了 所以可能没有梳理 就会发生一些些小的挫折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系统性的 我记得好像这资料当中 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系统性的区别 对比较系统性 什么是健忘 什么叫做失智 对基本上健忘就是说 你对于某些发生的事情是有记忆的 但是对于一些切实的细节 可能是有点点混乱 但是其实那个失智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没有发生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说可能这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别 对我到底是健忘还是失智 我没有想到这个佩颖跟我这么有灵犀 我真的好害怕 因为这个频率太高的时候 高到我都觉得说我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我就觉得好累 我怎么了 你累了吗 有个广告说你累了吗 其实刚老师讲的这个健忘跟失智的差别是有一些可 可以分别的 比如刚刚讲到的 忘记一部分经历过的事情 跟忘记经历过事件本身 就比如说忘记早餐吃什么 跟忘记根本就没有吃早餐 他觉得永远吃完了 他都觉得他没有吃早餐 所以他不断的在吃 对不断的在胖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即使经过健忘的人就提醒一下 可能会想起来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不见得 但是那个失智症就是 就算你暗示怎么暗示 他也是想不起来的 然后健忘是经常在找东西 老师有没有经常在找东西 我觉得每个人吧 每个人 我是经常在找手机 对在手机在哪里经常找东西 但是呢 失智症的朋友会忘记寻找 就是放弃寻找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忘了什么东西 所以也根本就不会去找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呢 买东西的时候 常常会忘记这个漏买某些东西 这是健忘 但是如果你去买的时候 失智症的朋友很容易就是 一直重复买自己相同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买这个 我最近就发生过 我到菜市场去买了一个 买了一包玉米笋 然后走过两条街以后 我又回到同一个摊位 然后再买了第二次玉米笋 然后回去我一度带了六包玉米笋回去 我先生说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没有想什么 我只是觉得我今天要买玉米笋 但是我买的时候下意识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 所以就说当你事情太多了 所以一次买三包就买了两次 不是买了六次的还好 买了六盒回去 他说这是健忘吗 是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很难区隔 就是然后那个他说忘了跟别人的约定 根本忘记有约这件事情 还想不起人的名字 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吧 我觉得健忘是失智的一种真相 其中的一种真相 并不是全部 像那个失智有好多种 健忘只是其中的一种征兆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当我们有健忘的时候不表示 我们必然有失智症 但失智的人通常健忘是一定会 一定会发生的 比如说迷路好了 对 健忘的人可能在不熟 像我也是 对 我觉得我怎么符合那么多 记不得哪一条路 我方向好像很差 对对对 我去旅行的话 我一定要跟着人 不然我现在走出去 等一下就回不来 对对对 然后呢另外 但是这个失智的朋友会 在经常走的街道上 也会迷路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然后有时候回家都回不去 是 然后我们也常问 今天几号啊 星期几 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忘记的事情 可是呢 我不应该说每个人 很多人 那失智的朋友就是 连季节他有时候都会混淆 就是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 还有一个就是 我开始紧张 我很健忘 这是好的事 这是正常的 然后那个失智的朋友会 就没有办法意识到健忘 他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没有失智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健忘了 但是失智的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健忘 这件事 在他的认知里面 已经没有这种差别了 就是他出来的症状太多了 就是说健忘已经不是 他自己能判断 对 我相信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想要再做一下 自我检测的话 其实是在网络上是有的 那另外金周刊 火脑力 这个八月份的这些报导 我到底是健忘跟失智 里头有一些表格 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下自我的检测 因为真的如果很在意 自己是不是是在健忘 还是在失智过程当中 或者是想要确认自己亲人家人 有没有是 尤其是长辈 是不是已经好像有一些失智的现象 我真的建议还是做一些检测 比较安心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因为有的时候失智之前 我们的健忘是跟脑疲劳 或者是吃不对东西跟肠胃有关系的